卵巢是女性的重要生殖器官,主要有两个生理功能,产生卵子,二,合成,分泌类固醇激素,质量内分泌功能,而卵巢分泌的类固醇激素,除了可是子宫内膜发生周期性变化,产生月经周期外,还可调节机械多种器官和组织的生理活动,随着社会竞争日益激烈,工作生活节奏加快,加上不良的生活方式和心理, 精神因素的影响,一致导致卵巢导衰,像张女士这样因祸度减肥,造成卵巢导衰的例子也平行发生,卵巢导衰是至女性40岁之前,就发生了卵巢内卵巢浩劫,卵巢被破坏或因手术切除卵巢,而发生的卵巢功能衰竭,会引起的月经失调,必经服务,性功能解退,等年期综合症等一系列症状, 在40岁以下女性中,发生率约为1%,在30岁以下女性中,发生率约为0.1%,研究证实,由于该类患者卵巢分泌激素减少,常可造成骨质疏松,支持代谢紊乱,心血管疾病, 以及体内的脏性功能衰退,支持患者生活质量下降,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,都会使女性的卵巢导衰,要生活规律,尽量少熬夜,保障睡眠充足,夜间休息好,能使卵巢正常分泌足够的内部纯激素,维持卵巢的生理功能, 一年长期久坐不运动,对现代女性来说,久坐不动导致卵巢血痒,成为伤害卵巢的重要因素,长时间做自不佳,可能引起慢性腹剑炎,导致病原体经营道上行感染并扩散,继而影响整个盆腔, 对于那些本身就有自工过度前进或者后续问题的女性来说,久坐还会导致经血泥流入卵巢,引起下腹痛等问题,建议每天坚持运动,如快走,慢跑,游泳等有氧运动都是不错的选择,适当的运动,对保养卵巢有好处,因为通过运动能让我们心情舒畅,变得身强体壮, 肌体的新产代谢能力和胃肠的功能也会有所提高,促进全身气血流通,筋骨疏脏,这样的话,人体分泌的激素也会变得正常,从而,肌肝卵巢的活力,拒绝过度节食减肥,全面平衡膳食材有益于保养卵巢,蔬菜水果每天都要吃,每天脂肪摄入量,呼应超过25克, 偏食,过度节食减肥的不健康的行为都会耽害卵巢健康,这里推荐几款天然小食材,能够很好的保养卵巢 黑糖,黑糖当女人,因为磁激素含量过低,而出现内分泌失调时,可以通过黑糖拉调节,平常每天一杯红糖水,有助于补气羊血,美白肤色,黑糖不仅能刺激磁激素的分泌,还有很好的保养卵巢的作用, 葛根本,葛根本所富含的一黄虫能模拟磁激素,长期服用可以调理女性本身磁激素的分泌和工艺,更年期综合症,骨质疏松,量潮衰老等,都可以用它来调理,葛根还是一种常见的心机保护类物质,其中大量的膳食纤维,能够改善便秘,清除体内毒素,抗癌防病, 次力果,次力果,次力果皮,米生小肉刺,果实内含有丰富的维飞,每天吃点它,让卵巢恢复,年轻活力,女人补充足够的卫生素,患卵巢癌的几率就会减少50%,因此每天用3-5颗次力高套水饮用,就是很好的选择了,百合,作为女人一定要多吃百合,它不仅是美丽的花卉,更是具有防护卵巢的作用, 很多人都知道经济是排毒的最佳时期,却不知决定走后,也是要多吃一些有利于身体排毒的食物,譬如这款百合感,女人经常吃它,不仅调节内科米,还能促进卵巢排毒,卵巢干净健康,人衰老得也慢,平时用它不管是煲汤还是煮粥口感都是本落的,好吃又营养, 4-调节情绪,平衡心态,女性,要向于调节好自己的情绪,正确对待发生的心理冲突,学会适当的发泄出心中的不良情绪,平衡好心态,对保养卵巢会具有一定的帮助,要劳易结合,注意采取逼运措施, 避免多次流产和轻功对暖潮的伤害,奋斗时,别忘了保重身体,不要打健康去换取财富,家人不要你多风光,他们只想你健康,愿你我,都能做一个健康生活的人,从此花开静好,岁月悠长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